圣经这样讲 事实上耶稣上耶路撒冷时 早就对门徒做预告 他预告什么呢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定 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还没出发前 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门徒就把这个消息跟 耶稣就把这个消息跟门徒来讲 他说又要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鞭打 定在十字架上第三天 他要复活 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他的这个景况 他知道他的遭遇 他还知道他的复活 他被交给外邦人 那些人要怎样 要戏弄鞭打 定在十字架上第三日 他要复活 果然如此 马太二十七章二十六节 于是比达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了 又交给人丁十字架 二十七节 幸福的兵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前印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的袍子 有别的件写紫色的袍子 代表怎样 很尊贵啊 明明要把他定死了 再作弄他一下 贵拿好看的衣服给他穿 换上珠红色的袍子 还在旁边讲风凉话 你看二十九节 提尽作弄之能事 用经济编作冠面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尾字 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西隆他说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吐吐沫 在他脸上 拿尾字 打他的头 吐沫 吐口水在他头上 然后用尾字 打他的头 西隆娃呢 就给他脱了袍子 扔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定死架 这个人又把衣服换回来 叫他换回自己的衣服 他们怎么定他十字架的 讽刺他 讥笑他 怎么知道的呢 圣经记载的很清楚 马太二十七章三十八节 当时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定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 咬着头说 你看四十节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架下来吧 就从十架上下来吧 你看这是多么一个令人 惨不忍睹的事情 故意要作弄他 用当时耶稣的这个情境 来怎样 来启笑他 祭司长和文士变长老 也是这样戏弄他 反正大家都这样戏弄他 说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 神若邪他 现在可以救他 神啊你不是万能的吧 下来帮他救 救他 救他下十架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定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 讥笑他 连强盗都可以笑他 都可以笑他 马可十五章二十九节 从那里经过人 辱骂他 摇着头说 你这猜尾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就自己 从十字项上 下来吧 你看这是 异口同胜的话 反正耶稣当时 不仅危险 将被定十架 而且受尽了耻辱 他受尽了耻辱 其实达汉文士 以色列上系统他 比如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 就信了 那和他同定的人 也是希少他 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你 讲到这里 我们都说 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不至于把耶稣定十字架 但是若不小心 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若有太多的绩效 太多的心计 心思意念 太过狠独实 我们可能会不止不止之间 把别人定十字架 我们不会把耶稣定十字架 大概会把人 定十字架 但是其实 我们如果不小心 我们会把耶稣 重定十字架 希伯来书六章 记载的很清楚 希伯来书六章 第四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以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 善道的滋味 你看这不是我们吗 我在讲一次 我们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以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 善道的滋味 能够捷悟 来世全能的人 第六节 注意看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 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的什么 羞辱他 所以大家小心 恩典很宝贝 不是很便宜 有的这恩典 就好好享受 不要不知不觉 又把耶稣 重定十字架 我们就明明的 羞辱他了 好了 所以这是第二种 叫重定十字架的 一把耶稣定十字架 二重定耶稣 一十字架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 又是什么呢 那是我觉得 我们基督徒 要去思考的 怎么在我们 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 有这么一个 基督的样式 第三点 倒是很好 很好的 这种提醒 我们要 与耶稣 同定十字架 有一个经节 非常非常的宝贝 我们都会贝的 不是吗 我已经与基督 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 我如今在 若身活着 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怎样 舍己 我已经 与基督 同定十字架 什么叫做 与基督 同定十字架 如果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我看到有四种方法 可以 让我们自己 跟基督 同定十字架 我弟兄姊妹 当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 坦白讲 我很担心 在台上讲的 口莫红飞 你自己做到没有 我跟你们 完全一样的软弱 我们一起来写 好不好 这是圣经上的教导 圣经就是这样讲 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做 做不了 再这样做 虽然 礼战礼拜 感谢神 让我们 礼拜 怎样 礼战 生命的 全员里面 让我们 不断地去追求神 神永远 不会放弃我们 一 把我们的救人 同定十字架 是第一种方法 把救人 同定十字架 罗马书六章六节 因为知道 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深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什么 罪的奴仆 就是救人 信神以前 是什么一回事 那是救人 你抽烟 你喝酒 你怎样 种种坏习惯 现在穿上新人 不要做罪的奴仆 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的救人 同定什么 十字架 第二 把我们的软弱 定在十字架上 哪些软弱呢 国人的后书十三章 三到四节这样写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 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定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大能 也必与他怎样 同活 如果是很多事情我们扣不了 我们是那么软弱 基督徒最大的那个恩典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软弱 怎样 定在十字架上 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 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 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行 求神赦免 然后把我们的罪 把我们的软弱 定在十字架上 那个爱我们的耶稣 听着我们这样祷告 必要赦免我们罪 洗尽一切的独意 是把软弱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种方法 是把我们的肉体 邪情私欲 定在十字架上 每一个重点都有经文 做根据 加拿大书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我知道平常生活当中 或许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们看种种见证书 一个人要初始入生 一个人要败部复活 一个人生命要被翻转 一个人在碰到 重大急难的时候 一个人在坐头无路的时候 一个人在极度失败的时候 最有一个可能 就是回到十字架里面 真正翻转的灵命 是要在十字架上被翻转的 到一个地步 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第四点 保罗的经验说 把世界盯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生前碰到问题 如果我们事业没有很成功 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 遭到很多迫折的时候 学习把世界盯在十字架上 也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成长的方法 神的灵命 会帮助我们度过那个危机 就像保罗所说的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什么 十字架上 凭什么你可以看清名利 凭什么你可以认为 对你而言 那只是一堆粪土 凭什么你可以在众人当中 你毫不惧怕 凭什么你在很多事情当中 可以能够独排众议 除非你在神面前不断地学习 把世界盯在十字架上 学习仰望神 以神的话为我们生活的方针 试着把世界盯在十字架上 好了 我们讲的三种 一是定耶稣的十字架 二是什么 重定十字架 第二次又把耶稣定上去 第三次什么 同定十字架 同定十字架有四个 把我们的肉体 把我们的旧人 把我们的邂进十字架 把这个世界怎样 定在十字架上 跟耶稣同定十字架